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有钱人就喜欢在枕头底下放几枚硬币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起来看看吧 我曾经意外撞见亲戚将一些硬币放在枕头下面 当时觉得很好奇地问了一下这种做法的原因 亲戚告诉我说 以前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在新房搬家的时候 枕头底下放几枚硬币 有利于屋宅的稳固 这样人们住进来以后就会事事顺利 平安和顺 枕头放硬币 后来发现有很多有钱人 也会悄悄在枕头底下放硬币 目的是给自己讨个吉利 提升运势 关于在枕头下放硬币 一共有三个说法 下面我们一起来探讨 因为硬币本身就是钱的代表 希望人们在睡觉做梦的时候 才即能够与我们的梦境相结合 起到财源滚滚的作用 据说在枕头下放硬币 有吸财的作用 用这个方法可以找来财运 总之都是图上一个好彩头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 在卧室的枕头底下放钱 和在钱包里放钱的意思一样 除了守住固有的钱财 更重要的是招来更多的财迹 那有人一定会问了 为什么是放硬币 而不是放纸币呢 因为一方面 硬币的面额通常较小 而且不容易损坏 即便损坏或遗失也不会心疼 另一方面 硬币的形状是圆形的 放置在枕头下 予以财源滚滚 七种简单的招财小方法 把财带回家 一种喜羊 阔叶 不开花的植物 二养鱼 但别把鱼缸放在财位 三家里放些瓶子 代表财运平安 四家里摆扇子 和善之家 和谐才有好财运 五摆水晶 紫水晶望世月运 六摆皮球 皮球是以财为食 那十四方之财 七多抱抱婴儿 婴儿都有灵气 可以增添你的财运 其他招财 一桃花仙子 这是女士财喜之物 之意女性摆放 且失意于未婚女子 已婚者无功效 男士既有 此物有利于财博及公民 最好摆放于大门入口处 只可放之一年 一年后失效 若想续用 续改之一尊新的桃花仙子 使能有效 二皮球 紫瑞兽 身无灵 脚无毛 神态威武 为上风水摆设 但只适合于偏财或者是推销行业选用 凡受入浮动者皆有神像 摆放只只需投向门或向窗外 有利偏财 正才欠风 除非加上龙神座 一对则可接受 三 铜葫芦 葫芦化病人所共知 但铜葫芦可添夫妻情分 则甚少人知道 若夫妻原博 可摆放一只铜葫芦在床头 增加夫妻恩爱 另外 凡家中有病人 可摆放此法器 对健康有利 再有小孩及长者更应选用 此物在一定程度亦可化煞挡灾 用途广泛 四 八白玉 此物为非常吉祥之相 八白其发迎接无瑕 可随身携带 又可放置佳作摆设 若有邪灵上身或家居不节 将八串八白玉 挂在大门后 自会慢慢消除 八白玉含正气浩然之意 专画邪尾摔弃 放一串在身上 夜归人士自会有百事吉祥 以为婴儿定金不可缺少之物 家里这两个地方切记不能空 会衰运还会破财 我们都希望财运旺旺 财源滚滚来 要想招财 家居风水一定要注意 一些招财风水 能够帮助我们招财运哦 一 门上贴福字 在家中上门贴上福字 能够帮助招财纳福 福到运气自然也会到 能够帮助招财运 保平安的作用 这福字含印道贴着 意味着福到好运自然道 可以招财俱福 二 房屋保持空气流通 在风水学上 气流代表着财运的运转 因此 房屋的空气一定要流通顺畅 才能财运横通 一般来说 在看窗后 从外面吹进屋的风 不宜太大 要以和缓的柔风为价 总而言之 室内的气流 以冬暖夏凉为是最好的 三 家中的财味需要采光 家中的财味需要注意采光 明亮的阳线 能够帮助财运滚滚来 还可以在财位上 一些招财的物品 财运的效果更加好 像可以摆放生命力顽强的 绿色植物 也能够增添生气 帮助旺财 四 玄关 玄关是家居进门 最不可忽视的风水 门口是聚集财气的地方 因此门口的玄关之处 是直管重要 一般门不可相对着玄关 最好是偏向一边 这样的风水 才会有利于采取进门 而且也能够 很好的阻挡煞气 五 卧室 对于家居卧室来说 最重要的风水 就是床的方位 床的摆放 一般都是需要慎重的 床一般都不宜 和门口相对 或者是安置在窗户底下 这样的风水格局 很容易破坏人的运势 当然 床也不宜 衡量压底 否则也会很容易 影响身体的不利 六 厨房 厨房可以说是家居的凶位 一般在家居中 厨房都不宜 和客厅卧室相邻 或者是和厕所相对 否则 这样的风水格局 很容易会导致 厨房的煞气 影响整体的风水市场 厕所是水 厨房是火 相对那么很容易 造成水火不相容 特别不利于人的运势 七 厨房不能空 厨房就象征家中的财库 主要代表家中的财运 所以厨房中的柜子 冰箱等 都需要保持东西 在拌满的状态里面 能够帮助招财 聚财的作用 八 冰箱米缸不能空 冰箱不可空空如也 米缸也要随时补满 因为这两张物品 与衣食紧密相关 补满这两样 则象征家中衣食无耕 九 客厅 客厅中最主要的风水 就是沙发的布局 一般沙发是属于家居中的财库 在家居中财库一旦被冲 那么影响最为重要的 就是主人的运势 沙发应该安置在家居中的 棋位或者是财位 最好是根据个人的命理洗剂来决定 另外 客厅可以摆放一些招财植物 客厅以摆放招财植物 客厅选用的植物品种 可以是富贵竹 红韵当头 蓬莱松 七叶莲 发财树 金钱树 招财树 君子莱 仙克莱 菊等 如果想招财的话 不妨买一些摆放在客厅中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招财植物 客厅招财禁忌 客厅既摆放麻将桌 为什么客厅既摆放麻将桌呢 这个是众多麻雀们非常疑惑的问题 是不是觉得可以赢钱呢 那么想的话就是错了 千万不要把麻将桌摆放在客厅里 客厅是招财的地方 如果被麻雀挡住 加上个四五个麻雀一炒 搞在家里无烟瘴气 财生爷都被闹腾跑了 还能招财吗 十 吉祥物旺财 在房屋的财位上 也可以通过吉祥物来改增命运 根据个人的喜好摆置 最终借助吉祥物的暗示来增加福责 一般来讲 吉祥物的摆放是要跟八字命格有一定联系 因此 建议一定要选择正规开过光的吉祥物 在风水专家的指导下 正确摆放或佩戴 十一 吉祥化作能够望人财气且招财 房屋悬挂的壁画 除了增加客厅的美观外 其实在房屋风水中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如果你想旺财 纳牡丹和有太阳花之称的向日葵 都是不错的选择 不仅显得大气 而且可以提升家中财运 吸引贵客临门 特别提醒 八字风水不是迷信 正确地利用一星风水 化解命中难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